不断优化防疫的防控举措 不是放松疫情的防控工作 而是强调更加科学精准 更加强调与时俱进 优化之后的举措能够明显缓解 各地疫情处置当中 遇到的一些瓶颈和障碍的问题 比如说隔离资源相对比较紧张 隔离房间不足 另外流调方面压力非常大 流调的人员也相对不足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说 能够用最小的代价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 把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能够平衡好我们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我也特别强调一下 不能够说因为在疫情的情况下 这个为了达到零风险 我们就推诿和拒收患者 我们讲人民之上 生命之上是针对所有的情况的 所以对于这部分的极点需求 也应该保证相应的工作力量和服务资源 好 请雷海潮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三是完善外资服务的保障体系 指导各地继续发挥好 外资工作专班和应对疫情快速响应机制的作用 与重点外资企业保持实施沟通 及时掌握企业受疫情影响的情况 继续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 围绕重点外资企业链上 关键生产性工厂和仓储物流企业 强化服务保障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请问这些措施是否记录着 不久的将把人会签 请问对于做12条措施